在年半錄影都會有這條線 這個我給它丟上去 我們會用兩節課講4-2 現在請翻開在4-2的地方 雖然我們第二次段考是不考歷史 但我們大概會在各位二段的時間之前 把第四章上完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按表操課 4-2邁向民主化之路 我們先講一下各本的架構 4-1跟4-2剛好是一個相對 有點像同版的兩面 4-1講的是官方威權統治 4-2講的就是 這一些在政府之外民間的 國民黨之外黨外的 他怎麼去爭取民主的過程 這個結構其實跟我們在第三章很像 各位知道我們第三章講日治的台灣史的時候 是不是一開始是講總督府的政策 3-1 然後3-2再來講的就是台灣人爭取民族自決 議會設置請問運動文化協會 我剛剛講的是3-1 3-2 那我們現在看的4-1也是官方 4-2是民間 這樣你會比較好掌握我們課本的架構 好那一開始就要請各位抄表格了 來戰後台灣的民主化 我們10年分成一期 原則上我台灣史只要是戰後的 都是一樣的10年一期 好那我們要抄在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96頁有一個拳頭 好我們尊敬他 這是代表民主的決心 好我們就不要抄在這裡 我們抄在97頁是不是有一大塊空白的地方 那這邊有兩張兩頁的表格 好現在請聽指示動作 先把手機拿出來 好拍第一張 有兩張不要激動 黑板 黑板好 黑板好 這樣可以嗎 啊怎麼樣 有啊 只是有的人現在要抄他就會 在旁邊比較方便 看你啦 好再來第二張 那我習慣是用西元 但各位知道如果你是用民國也沒有問題 就差那一年其實沒有差別 你就自己轉換 那我覺得各位因為要背的東西很多 你現在沒感覺是因為二段你沒有考歷史 三段各位就知道 到時候這麼多東西你背不起來 給各位一個架構 就是各位那個微笑就很神秘 就是一個好三段再說這樣子 先把二段結束 先把校慶帶動唱結束 好這樣子 好那我們回到第一頁 我稍微幫各位介紹 給各位一點時間抄 好那195060年代是舊的延續 我們知道原來有一些台灣民主的力量 如果以台灣歷史上 是不是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選舉 然後有一批台灣人的政治精英 他們在戰後會想要繼續的延續 他們的政治生命 那中國來了一批在1949年 我們知道我們一般是不是叫外省籍外省人 他們也有一些從中國帶來的政治理想 這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無論如何 你不管從中國大陸來的 台灣本地的都是舊的延續 那這個舊的延續 其實很不容易延續下去 為什麼 因為當時台灣是一個 威權統治最嚴密的時期 各位知道 我們如果以政治形容成是一片地 這片地現在被水泥整個覆蓋 威權統治 好那有沒有民主呢 嚴格來說有一點 因為在那個水泥地的上面 是不是有些地方有裂縫 就會長出草出來 就會有民主的小草出現 只是你會看到這種就是 不多啦 而且它只是小草 在那個時代很難長成大樹 那因此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1950 60年代 我們會比較能夠體會 那個時代的狀況 那我再用第二個批育的方式 當時吹的是大逆風 那各位知道 你如果騎著U-bike 大逆風的時候會出現什麼狀況 你有騎好像沒在騎 明明你應該前進的 但你的小腿已經很痠痛了 但感覺很難前進 速度很慢 那各位都知道 這是外在環境的關係嗎 什麼外在環境 威權統治 你如果講話動輒得救 就會被抓去關 那當然你就不敢隨便講話 那真的敢講話的 有可能就被抓去關 那因此1950 60年代 我們從這個角度解釋 來紅色的線 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 一個時代的分界點 紅色的線在哪裡 你先把課本96頁 第一段 有沒有看到1970年代初期 給它五顆星 好1970年代 如果用我們剛剛那個屁育 也就是逆風變小了 那各位知道 你還是騎著U-bike 是不是你花的力氣 如果是跟原來一樣 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或者是你不用花太多力氣 你就可以往前騎了 所以它主要是外在環境的改變 什麼外在環境 經濟起飛 外交挫敗 權力接班 其實你剛剛五顆星的這一段 都有提到 等一下我們會特別強調 所以你就發現 形勢一片大好 那U-bike就可以在一個 不是非常費力的情況 可以往前 就是前進比較長的距離 那我把它定義成新的開始 是因為有新的力量 那請看到第二頁的地方 那1980年代之後到91年代 就是威權體制的鬆動 乃至於瓦解 所以1987年解嚴 1991年 終止臨時條款的實施 回歸到憲政 那2000年之後 我直接把它歸成一起 2000年之後就是台灣 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 然後邁向正常國家 那這個其實我們看會覺得很自然 可是在全世界 在二戰之後的民主發展時 台灣其實是出人意外的順利 就是在沒有發生 軍事政變的情況之下 走向民主化 就是各位不要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其實它是有一些僥倖 偶然運氣好 這些成分 但目前台灣雖然是一個 國際在評估的民主指數都很高的一個國家 但問題是 我們受到對岸中國巨大的威脅 那這個在下一節課 我也會詳細去談它 那簡單來講就是一路走來 其實是很不容易啦 逼路藍綠 好 那這個表格你剛剛已經拍了 我就直接進入到主題囉 好 好各位都很認真 但是真的沒有時間讓各位操 好我們先看舊的延續 那你如果看課本96頁你會發現 第一句話 它就從1970年代開始 它是不是直接把1950 60年代落掉了 其實課本沒有落掉 課本寫在前一節 翻回94頁的地方 好主要是94頁的下面 參政權受限的這一段 好 那我把這一段的課文 稍微調整順序 但投影片這一段都是課本94頁 上面可能標記錯誤 沒有93頁只有94頁 好 那當時是一個國民黨威權統治 才把這個天羅帝王佈置 因此黨國的體制是最嚴密的時候 國民黨的控制是最嚴密的時候 好 那在這個時期我們看到的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錯 好 在這個時期我們看到的是 台灣有沒有民主呢 有 但是被打折 然後再打折 第一個中央政府是不改選的 我們知道原來那套憲法 是被冰到冷凍庫 不拿來用 原來的憲法才是實行民主的憲法 然後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要定期改選 結果你現在實行的是臨時的憲法 臨時條款 中央層級的國大代表跟立法委員都不用改選 反攻大陸在改選 那我上一節課師有提過 反攻大陸這個觀念是不是耽誤了很多次 連我們的一塊笑地都不見了 所以它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因此在光復大陸之前不用改選 後來他們就叫萬年國大代表 萬年立法委員 萬年國會嘛 因為他就可以一直當到死啊 所以中央層級是不改選的 總統本來還有改選 他本來只能連任一次 可是蔣中正想繼續當 我們上一節課也講過 是不是也修改臨時條款 也可以當到死 所以中央層級不管是行政權 立法權都沒有改選 都沒有民主耶 好只有民主只有在地方自治 所以像省議員 臺灣名義上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雖然實質上幾乎是中華民國的全部 省議員有選舉 省主席還是派的啦官派的 然後縣市級縣市長縣市議員有選舉 鄉鎮長有選舉 那這些是地方層級 好那各位看這一張 可能還沒有感受到它的威力 你大概只知道中央層級不選舉 然後地方層級有選舉 那我現在引述的是 一個禮拜前才出版的新書 我其實今年很想把這一本書 用在高一的課堂上 但因為同時間要處理的事太多 好藉口 反正就是我來不及把它看完 因此就是多少斟酌用一點 陳翠蓮教授 11月2023年11月的新書 我下一節課會再介紹這本書 但我先引述它的內容 中央層級當的都是外省人嘛 幾乎都是外省人 都不用改選 然後地方自治誰在參與 台灣人嘛 都要改選 那因此陳翠蓮教授把它形容成 叫二重菁英體制 說穿的就是政治的階級制啦 外省人是在高階的這些政治人物 所以他不用改選 他可以一直當下去嘛 可是本省級的政治人物 他就得持續接受民意的檢驗 那各位知道 只要有投票 是不是就有翻船的可能性 所以當時是這樣耶 那我們現在在討論 省級問題的由來的時候 其實省級問題 根本就是政府製造出來的 各位知道 在陳怡當初行政長官公署 來到台灣的時候 是不是就差別待遇 我們講過這一點嘛 好你好的高的位置 都留給外省人 低階的基層的 才留給本省人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威權統治時期的選舉 外省人是不用改選的 是中央層級的 地方層級的都是台灣人 是要改選的 那這不又是一個政治的歧視嗎 所以從行政長官公署陳怡 到1949年 整個中華民國政府搬到台灣來 就是一個政治上的階層的統治 外省人在高階層 本省人被踐踏到低階層 這個東西是政府製造的 所以省級問題當然 你還可以再討論其他面向 但至少就我討論的 這個體制的問題 政府本身是要負很大的責任的 這個是陳翠蓮的新書 給我的啟發之一 我後面還會再引述一點 那再來各位看到課本94頁 有一張圖片 我覺得他蠻重要的 雷震按在右下角 請給他四顆星 不是放在圖片 他就不會考他不重要 雷震按重要 那雷震各位不認識 但有一位名氣很響亮的 胡適各位總知道吧 來各位看一下 雷震辦了一個雜誌叫 自由中國 然後這是他的報社的總社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提字的是 胡適 胡適提 所以胡適跟雷震他們在背景上 有共通之處 他們都是中國五四那一代走出來的 五四的時候他們都蠻年輕的 可是後來他們在政治上 可能跟國民黨是比較接近 但又沒有很完全認同國民黨 那各位先回答 五四運動 造喚出哪兩位先生出來 本來要抽斜線我想不用了 德先生 And 賽先生 德先生是哪一位先生 民主 德摩克拉西先生 Democracy 好那賽先生呢 賽因斯 好科學先生 所以是不是五四運動有把民主召喚出來 所以胡適雷震這一些人 是懷抱著五四運動的那一種民主喔 那各位都知道在二戰之後 國共是不是兩黨對決 共產黨代表是共產中國嘛 那蔣中正他自己 因為他當時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他說他自己站在民主中國 那各位知道雷震胡適這一些人 他們就跟蔣中正站在一起 要去對抗共產黨嘛 所以民主中國是這樣子來的 好那所以本來他們跟蔣中正 是站在同一陣線 雷震還曾經在國民黨 當過不小的官喔 好可是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知道在美國第七艦隊 韓戰之後 美國是不是派第七艦隊 橫在台灣海峽 台灣的安全得到確保 所以像雷震胡適這些人 就真的認真 要在台灣要落實 台灣是民主中國 是自由中國 我要選舉 我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 要民主要自由喔 好因此跟蔣中正的 威權的國民黨 就漸行漸遠 好所以各位要知道 他一開始是受看重 一開始可以視他為當權者 可是在我們講的1950年代 他去辦雜誌後來要阻擋 就跟蔣中正代表的國民黨 越離越遠 所以他一開始先發行 自由中國雜誌 那這個雜誌就是把台灣 當成自由中國嘛 那有選舉當然就是自由民主的前提啦 好那後來他真的跟蔣中正翻臉 是因為他想要籌組反對黨 那當時是黨外無黨 當時只有一個政治標記的中國國民黨 跟其他兩三個花瓶政黨 其實就是支持國民黨 那看起來好像有其他反對黨 其實沒有 好那雷震就要籌組真正的反對黨 就在他要籌組的前夕 他已跟匪諜串聯 通匪的罪名 最後被判亂罪判了十年 其實就是蔣中正直接痛下殺手啦 不讓你阻擋 不讓你再繼續講話下去 好那我們看到 雷震就是因為他支持在台灣要選舉 那我們在上一節課 曾經講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蔣中正本來不是當兩任 應該1960年要下臺嗎 1960這個時間點你把它記得 1948年蔣中正當總統 6年一任 連任一次加起來12年 1960年他應該要下臺 可是蔣中正不想下臺 好那在1959 1960風聲就慢慢放出來 到底這個老蔣會不會連任下去呢 他會不會打破臨時條款的限制呢 好我們看當時的自由中國 雷震辦的這一份 就用很嚴厲的方式批評蔣中正 我覺得用我們現在的觀點 都替雷震捏一把冷汗 蔣總統領導的中國政治 以歷30年以上 北發之後蔣中正全力就牢牢在握 我是不是講過那個林森同向在那邊 林森只是表面領導人 背後都有一個巨人蔣中正的身影 在後面實質領導人 30年了 平日應維護人才之心 應有培植人才之責 蔣總統的性格不僅不能維護 唯有摧殘 不僅不能培植 威權統治最嚴密的時候 他講這些話 唯有不斷加以奴化 今天到了他的垂木之年 蔣中正年紀都大了 人找不出一個可以代他而起的替手 找不到接班人 豈不是事理之當然 好所以就在批評 也在暗示蔣中正有可能繼續當下去 好所以這些話其實蔣中正聽了 都非常的刺耳 好這就是批評我嘛 還不是暗中批評我 都已經把我名字都寫出來了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在1960年 雷政進一步要組反對黨 因為民主最重要的特徵 就是要有政黨競爭 透過選舉去輪替啊 所以他打算要跟國民黨競爭 因此要籌組反對黨 那蔣中正就在這個時候 直接把這個黨禁了 然後說雷政通匪 其實這根本是莫須有的罪名 所以我們回頭看表格 各位就看得到 1950年代曾經有一個外省人 主導的民主自由 好結果因為雷政案被壓下去 那你如果時間再放長一點 你就會發現 本省級的政治人物 這個時候力量已經很微弱了 各位知道1947年 是228的鎮壓屠殺嘛 所以為什麼1950年代 是雷政胡適這種外省級的單綱 出來跟國民黨唱反調 因為本省級的力量很微弱 有幾個跟雷政合作的本省級 但為什麼是雷政主導 胡適其實也參與一段時間了 後來只是沒有被牽連到案件當中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接下來的 1960年代這個十年 是台灣政治史最沉悶的十年 本省級的在228被屠殺了一堆 外省級的現在又因為雷政案被打壓 那台灣還剩下什麼政治舞台呢 只剩下很有限度的選舉 好所以各位看一下這一張 當時台灣畢竟還有地方自治 就是94頁地方層級還可以選 那本省級的政治人物還敢講話 就出來選 因為各位知道只要你一站上質詢台 你是不是就有問政的空間 就有政治舞台 好所以這幾位各位看到的 就是當時叫黨外 國民黨之外 因為當時也沒有反對黨 一般習慣就叫黨外 那五龍一鳳就是五個男的一個女的 好所以這邊就是典型黨外 還敢講話 然後對國民黨形成不是很強 但是至少有約制的這個效果 那他們其實這幾位當初都曾經 跟雷政有串聯過 也是僥幸沒有被牽連 那因為這邊人太多了 我打算找一個人幫各位加強印象 各位看到左二的郭語心 那郭語心當然是我們講的 1960年代透過審議員的選舉去問政 好下面一張照片是給各位看 郭語心的秘書 這個人各位可能認識 好所以郭語心的秘書就是陳菊 跟在郭語心的旁邊大概十年 十年不算短 那陳菊現在還在政壇上 是現在的監察院長 然後美利島事件的時候 也被重刑伺候被抓去關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 國民黨當初一黨獨大 那有的人不認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不認同國民黨的統治 因此他們站在黨外 那這些黨外的人是有一代一代的傳承 那因為我們在課本不太容易看到這些脈絡 我就會幫各位補一點 那各位就看到郭語心其實你在往後看 就是陳菊了 那陳菊在往後看又有一些 在國民黨以外的人 後來這些我們如果講快速一點的話 就是比較多是在民進黨的陣營當中 好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一件比較特別的是 你在課本找不到這件事 但這件事每次交高一我一定要提 好這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這是一個人生勝利組崩毀的過程 你們現在靜靜夜夜 筆記抄得這麼辛苦 考試努力去多爭取個三分五分 無非就是要有一個好學歷再有一個好工作 那各位看這邊就是一個好學歷好工作的人 自我毀滅的過程中間這位是彭明敏 彭明敏這邊給各位帶一段他的經歷 他出自高雄的政治世家 他的爸爸叫彭清靠 也在戰後初期有參政就是台灣省參議會 那彭明敏自己是在巴黎大學拿到政治學博士 學霸 好回到台灣之後在台大政治系教書 他破了台大好幾個紀錄 他34歲就升上鄭教授 非常年輕 就算現在的標準還是很年輕 但理工科可能會容易一點 38歲他就成為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 這也在當時破紀錄 現在或許理工領域有人破了這個紀錄 但是在當時他是第一個 那他人生多勝利呢 他還當選第一屆台灣的十大傑出青年 如果是現在這個時代大概就是像是楊勇偉那種 會變成十大傑出青年之類的 那當年的話像彭明敏 那十大傑出青年之後 他還被蔣中正的國民黨政府派到聯合國 我們當時在聯合國是有席次的 派到聯合國去當中華民國代表團的顧問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那其實彭明敏是非常試任這個工作 因為他是政治學的專長 他的專長就在國際關係 也就是國際關係 這就是他發揮的舞台 結果不派他去就算了 派他去聯合國 黃明敏你就發現 中華民國快完蛋了 在聯合國快完蛋 在國際社會快完蛋了 為什麼 1960年代 剛好是很多 戰後很多國家從殖民地的身份擺脫 紛紛獨立 非洲特別多 非洲很多國家獨立 在1960年代 他們普遍同情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普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代表中國 各位知道聯合國是不是一個國家一票 所以每次在表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我們中華民國就每次表決都很驚險 不是美國支持你 你就有辦法留住聯合國的席次 所以彭明敏大膽預言 我們聯合國的席次留不住了 那他一開始是心裡想 後來就跟他台大的學生 直接發表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這就是他自我崩回的過程 因為在發表這個宣言 當他要拿去印 要向外發佈這個宣言的時候 就註定他會成為政治犯 可是一個人生勝利組 怎麼可以做這樣的決定呢 我覺得這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自救宣言 在1964年他跟他的學生要發佈 結果馬上就是國民黨得到消息 就直接把那個印刷廠給封了 然後彭明敏就被抓去關了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是鐵一般的事實 哪裡不管承不承認中共 這個世界接受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我們今天是幾乎是常識一般的存在 當時他是硬宣言講出來 可是國民黨還不願意承認 確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 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兩百萬人的力量 各位看反攻大陸這觀念 耽誤了多少事情 連我們北伊都被耽誤了 我們的校弟就這樣子消失了 不是就是被耽誤了嗎 他只是講出實話 團結一千兩百萬人力量 不分省級結成合作建設新國家 成立新政府重新制定憲法 以自由世界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老實說這個宣言以我們今天的角度看 一點特別的地方都沒有 可是彭明敏就被關了 但因為彭明敏是有國際聲望 各位知道他被派到聯合國 是不是代表大家都知道這個人 美國就關切 美國其實常以這個國家不民主 然後關押一些政治犯會關切 當時都關切台灣國民黨 現在都是關切老共 就老共底下也有很多政治犯 那常會被虐待會被怎樣 美國會關切 美國當時就關切 所以蔣中正就把彭明敏用特色 就本來被抓劇官特色出來 後來彭明敏是在美國傳教士的協助之下 變裝用假護照離開台灣 跑到北歐流亡到北歐去 後來1990年代才回到台灣 你看當時的台灣跟現在的中國有多像 敢講真話的人沒有辦法留在自己國家 你如果敢講真話你還留在自己國家 你就是被關在牢裡面 那你如果敢講真話你不再 就是你要繼續講真話 你就只能離開這個國家流亡到海外 中國現在也一大堆政治上敢講真話的人 流亡到海外 在國內就是被關押 那當時國民黨的政權其實就是類似的狀況 那彭明敏是流亡 所以各位看這個人生勝利組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生經驗 真的很想不通 但或許人的良知有時候會發揮到很大 彭明敏的例子是這樣子 好再來我們看1970年代 請看到我剛講的半天都還沒進入課文 現在請對照課本96頁 好你已經給他五顆星了 我現在直接用條例是 講1970年代有哪一些變動的力量 好一共有四點 第一個 中華民國失去國際舞台 就在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發布的七年之後 中華民國被聯合國趕出來 我們第三節課本第三節會詳細談 所以彭明敏是不是講真話 他講真話 因為他的宣言講的事情七年後就實現了 可是講真話的人不被包容 中華民國失去國際舞台 我們1971年被聯合國趕出來 隔年日本跟我們斷交 1979年美國支持台灣 戰後支持台灣最重要的國家 也棄台灣而去 嚴格來說是棄中華民國而去 好第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第二個國民黨全力接班 有沒有看到第一行 好這個時候蔣中正要培植他的兒子 蔣經國當接班人 這時候的蔣中正已經幾歲了呢 80超過了 好以人的壽命來講也差不多了 雖然各位這一代可能活更久 預期當中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活到100歲以上 某個角度我覺得是災難 就人類現在活太久是災難 好但各位現在在 現在的醫療條件跟物質的條件之下 可以活很久 那當時蔣中正80幾已經 白話講就差不多了 所以就讓他的兒子蔣經國 先當行政院長來磨練 好那各位知道 全力接班不一定會很順利 所以就產生全力的縫隙 我們如果以剛剛那一片水泥地來講 就是現在裂縫很大 很多草這些黨外的力量 國民黨以外的力量 就有發展的機會了 那搞不好長草之外 一些小樹都長出來了 所以各位知道1970年代雖然還是逆風 但小很多 我們講到兩個原因了 第三個工業化帶動中產階級崛起 台灣的經濟起飛了1970年代 好那人在吃得飽穿得暖之後 通常會關心更高層次 你如果吃不飽穿不暖 你就只會關心吃跟穿了 不要冷到不要餓到 人都是這樣 可是當你也不冷也不餓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欸台灣現在大家有錢了 可是為什麼有錢跟沒有錢落差這麼大 好為什麼環境被破壞成這樣子 那各位知道 當人開始關心身邊的議題的時候 對威權統治就是一個挑戰 這就是1970年代 中產階級崛起之後 他會去問執政當局嘛 這些是怎麼回事 社會問題 然後貧富差距要怎麼解決 第三個是隨著時間會累積越來越多 第四個嬰兒朝世代 麻煩你把這五個字 當然你可能四點都抄 那你就不用另外寫 如果你沒有抄這四點嬰兒朝世代 請寫在旁邊 我們見證到人類歷史 一個超會生的時代 二次大戰之後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都一樣 全世界的媽媽都超會生 大概先前戰爭打太久了 好那因此 戰後出生率陡增 以台灣來講 1950年代 60年代 一個媽媽平均可以生到 八到九個小孩子 超驚人的 八到九個 然後還有媽媽可以生到 十三十四個人 請不要這樣子指 請不要指責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好那當然是 最大的女兒已經嫁了 也在生了 然後媽媽還在繼續在生 兩代交換 那各位知道 當時台灣是不是 這一批人是 人口的那個量很大 佔的比例也很高 他們在1970年代 長大成人 他們當中有一些 是最早 佔後受大學教育 好我讓各位聯想一件事情 以為新生代 好所以這一些佔後 比例佔的很多 年輕人佔的很多 各位知道 年輕人本來就是改變的力量嘛 那年輕人又佔的比重很高 因此對於當時 台灣就是一個變動的力量 那當中有一些人是支持黨外的 他們期待改變 年輕人期待改變 而年輕人的比例又很高 那這四點幾乎是同時發生 都在1970年代 於是乎 黨外有了跟之前相比 很好發展的機會 那這個時候的黨外 透過什麼方式來爭取 他們在政治上的舞台呢 來第一個辦雜誌 大學雜誌 台灣政論 美麗島雜誌 我們現在課本都刪得差不多了 我只是舉幾個 在當時比較有名的雜誌 那他們辦雜誌就是提倡理念嘛 第二個透過有限的選舉 發展黨外運動策略 所以有選舉就去選 只要選上就有參政議政的舞台 好可是我這邊要講的是 不管辦雜誌還是選舉 來雷震這兩件事都做過 我剛剛是不是才講雷震辦自由中國雜誌 雷震是不是在1960年打算籌組 反對黨中國民主黨 雷震都做過 那可是為什麼現在講1970年代 好像這兩個方式很有效呢 因為大逆風現在已經不吹了 現在雖然還是逆風 但是因為逆風小很多 U-bike可以騎很快 如果你有聽懂我講的這個打的比方的時候 你就知道一樣的方式在1970年代 會獲得很好的效果 反過來講雷震是實不我語 體會一下這些管道其實並沒有新的地方 都是原來雷震用過的 好那面對這一個時代的變局 準備要接班的蔣經國怎麼因應呢 把標題的革新寶台四個字畫下來 他跟他老爸所處的時代環境完全不同 他老爸可以用一個很有威嚴的方式 在台灣幾乎實行百分百的威權統治 可是蔣經國在面對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四點 時代的變局變動的力量 他一定要想辦法做改變 所以有一種講法就是國民黨在整個台灣 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調整看起來好像是他主動去做 老師在講大環境如果不給小蔣壓力 不給國民黨壓力 國民黨會改變其實很難想像 那這個時候為了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局 蔣經國做了怎麼樣的改變呢 好因此這個時候他當行政院長之後 他是1972年當行政院長 今天本人穿的短T剛好後面就是1972 好因此1972年他擔任 大家笑不出來 他擔任行政院長 他的作風跟他老爸很不一樣 他老爸就是一副高高在上 偽人嘛 從中國在中國大陸的時期 就已經很有權威 然後經歷過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 那蔣經國走的是一個親民的形象 他會去市場跟那個攤販握手 然後不怕手弄髒 然後他會去小吃攤 去那邊就是吃東西 其實我們今天政治人物是不是都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聽起來 就是我講你們聽起來都會覺得 不是現在政治人物都做這些事情 你們要考量到時代的不同 那個時代有一點像是統治者降低自己的身份地位 跑來跟這些下階層的人 那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是一個完全民主的時代 人是不分貴賤 你政治人物有比較高級嗎 可是你回到1970年代 政治人物蠻高級的 統治者高高在上啊 那蔣經國沒有高高在上 這時候跑來跟基層的群眾打成一片 這是親民的形象 所以小蔣跟他爸爸老蔣相比 形象好很多耶 雖然還是威權統治 然後啟用台籍精英 課本第一段有沒有台籍精英 如果有的話把它畫下來 好再倒數第三行啟用台籍精英 那代表性的就是這一位了 因為他後來有當總統就是李登輝 那李登輝當然大家知道他後來當總統 所以會把他直接理解成政治人物 那李登輝是學者出身 他是世界的農學名校 康奈爾大學的農經博士 所以他回到台灣本來是在台大教書 後來是被蔣經國延覽入閣 擔任政務委員 所以他是學者從政 所以一開始形象很清新 又代表在我一個外省人 為主體的政治環境當中 我點綴性的用幾個本省人嗎 是不是我國民黨政權就比較接地氣 不過以一開始來講 真的是點綴裝飾的這個功能比較多 因為整個大環境大結構是不變的 好那再來我們看到 原本被凍結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請把最後兩行畫下來 特別是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 增額兩個字把它圈起來 所以嚴格講起來 1970年代的選舉也變多了 增額這兩個字把它圈起來 好那增額是怎麼來的 我剛剛講不是戰後台灣突然出生率變高嗎 因此台灣的人口增加也非常快速 那1970年代就是一個國民黨的正當性嚴重下降 你說你代表中國全世界說你不代表中國嗎 那你不代表中國你只能代表誰 你只能代表台灣 結果你放眼政壇上面 全部都是外省人都不用改選的 然後你說他們代表台灣 這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所以只好重用 也不能說重用 但就是開始啟用像李登輝這樣 本省級的政治精英 第二個讓台灣人可以局部的參加 中央民意代表就是國大代表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所以增額兩個字是用什麼名義呢 台灣的人口增加 所以我在人口增加的前提之下 我是不是可以多幾個中央級的民意代表 是用這種方式 讓台灣有中央層級的民意代表可選 好但同影片這邊我有特別講 他佔的比例很有限 我直接講好了 當時幾百個中央層級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 只有三四十個名額 多出來的讓你台灣人選 所以你在表決的時候 你有辦法佔多數 沒有辦法 你頂多只是多一個參政跟問政的舞台 可是就這個增額選舉 等一下我會舉幾個例子跟各位講 他後來造成了很重大的影響 好那我們直接看 這是1975年的增額立委選舉 是不是剛剛你發現的增額 立法委員是中央層級的 立法委員就立法嘛 好那1975年誰出來選呢 我又舉剛剛我舉過例子 郭雨昕 郭雨昕這個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 他就跑出來選 那他其實應該是選上了 但是他被做掉了 因為在他的那個選區 後來廢票有八萬張 這太不合理了 那其實台灣戰後的選舉時 就是買票時就是做票時 就是買票做票的情況 非常之常見 所以當時就是廢票八萬張 這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最後郭雨昕 有點是當選民而就被做掉 那他隔年就提選舉無效之訴訟 底下黑白照片這兩位 是幫他辯護的律師 一個叫林毅雄 一個叫姚家文 我在這邊有意思 要讓各位看一個現象 當時會願意幫郭雨昕 這種黨外人士辯護的律師 往往他在政治立場上 也是比較同情黨外 或者比較不滿國民黨的 所以他們一開始是辯護律師 結果隔幾年美麗島事件 你在課本右邊是不是看到美麗島事件 1979年 這兩個人變成受刑人了 這兩個人 就是因為參與美麗島事件被判刑 所以黨外就是有一個這樣子 一直有人參加 一開始是以辯護律師的過程 等一下我們還會看到類似的 所以他們就在幫郭雨昕 但最後沒有成功 法院當時也是國民黨開的 沒有成功 因此這邊他們就出版一本書 叫虎若平揚 林毅雄 姚家文合作 就在講他們幫郭雨昕 辯護的這個過程 好 那接著我們看到右邊這一頁 我們今天下課前 只會講到97頁 我們看中立事件 好 中立事件是1977年 這一次不是選曾兒 這一次是選地方選舉 但他很特別的是 這是戰後最大規模的一場選舉 一共選五個 選縣市長 選縣市議員 選省議員 選台北市議員 選鄉鎮長 好 所以台灣在封選舉 那當時有一個地方 是重中之重 焦點之焦點 桃園縣長的選舉 好 那為什麼他會是焦點呢 本來國民黨籍的許信良 這時候退出國民黨 代表黨外參選 那因為他知名度夠 先前又是國民黨籍 好 所以資源也夠 所以他很有可能 以不是國民黨的身份 選上桃園縣長 那當時國民黨就不希望 情況是這樣發展 然後自己推出候選人 那因此選舉就非常的緊繃 白熱化 結果等到開票的那一天 各位知道台灣的選舉 是不是投票所在投完票 下午4點之後 是不是會轉成開票所 好 開票 做票又來了 當時做票有幾種常見的方式 一個是開票開到一半的時候 停電 按明崩 當時又不像現在燈這麼亮 就一片漆黑 等到燈再亮的時候 票軌裡面就多出一大堆票出來 不知道哪裡來的 好 第二種是有點用魔術師的方法 就是那個票軌有分兩層 大家投票往裡面看 還沒投之前是不是空的 可是底下已經有一層了 夾層拉開來上下層就通了 就有某一個陣營就多很多選票出來 好 再來還有一個是增加廢票的方法 郭雨昕有可能那個8萬廢票是這樣來的 就是在開票的時候 開票人員手上沾了印泥 那各位知道票如果被污損了 是不是那一張就是廢票 你就瘋狂污損 瘋狂污損 他就無法當選了嘛 因為只要是念到郭雨昕的票 你就給他污損嘛 他就不 他就那一張就變廢票了 好 那又發生選舉舞弊事件 那本來桃園縣長選情就很緊繃 那發生舞弊事件之後 群眾就會擔心 那這樣子是不是又要把許信良做掉了 已經有潛力可循嘛 郭雨昕被做掉了 所以大家就包圍中立警分局 各位看一下這一張 這是當時警察局被包圍的畫面 當時是不能走上街頭的 走上街頭是違反戒嚴法的 戒嚴令的 所以當時走上街頭 而且當時想衝進警察局 警察局當時就在門口 橫了一台警車 各位看到這一台是警車 你看到這張照片是已經整個翻車了 然後有群眾要衝進去 後來警方就是因為無法制止 憤怒的群眾 所以開槍 中立事件是在那天晚上打死了兩個群眾 一個還是中央大學的學生 所以事情又鬧大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在當時國際媒體的報導 中立事件是台灣20多年來最大的群眾運動 震撼行政院長蔣經國領導的威權政府 所以你看跟1950年代的情況不一樣 你想擋都擋不住了 你想坐票 現在也有人會提抗議的聲音了 各位看一下當時抗議的人貼的標語 各位可以理解為什麼貼這個標語嗎 都沒有提到國民黨喔 為什麼他標語寫只有共產黨才做票 因為做票就是共產黨 你講錯 共產黨有在投票嗎 你仔細想共產黨有在投票嗎 各位知道 如果是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 當你講話有危險的時候 一般人是不是會很聰明 技巧性的迴避 不能罵習近平我就罵小熊維尼 後來小熊維尼不能罵 我再換一個方式 再不能罵我再換一個方式 是不是迂迴迂迴再迂迴 你這邊看到是一個迂迴罵 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方式 他們就直接 你這邊所有的共產黨代換成國民黨 你就看得懂了 因為當時在台灣罵共產黨 沒有人會把你抓去關嘛 當時不是還在喊反共復國嗎 所以你共產黨可以大罵特罵 可是這個標語貼出來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在罵國民黨 只有國民黨 他實際上要表達是只有國民黨才做票嗎 其實這個很普遍 我們現在是因為怕被對岸的文化污染 所以在你們上那個國語文的時候 都會特別強調 那實際上有些簡體字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有 像體育的體這個字 各位知道簡體字嗎 我去翻清代的檔案 都是那個體啊 對啊 所以不要以為簡體字就跟 那個對岸有關係 不一定 然後以前我們用簡體字 也沒有你們現在這種被文化污染的過濾 簡單講它又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那因此各位看到群情激憤 然後警察又開槍打死人 那因此我們看到這件事情當然 也沒有下文 可是民眾已經覺醒 再來就是兩年後的美麗島事件 這是挑戰威權體制 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那各位請先在課本第97頁 美麗島事件的旁邊寫上一件 我們在日治時期提過的事情 叫製警事件 還記得今年是製警事件滿百週年嗎 所以製警事件是哪一年 1923 現在是2023嘛 好1923年的製警事件 我們是不是講過 總督府當時是要用霹靂手段 打壓台灣人 結果是反而在司法審判的時候 台灣人民覺醒 後來議會設置的連數 是不是一次比一次 人數還要來得多 因為大家觀看到過程嘛 好我們這邊的美麗島事件 在1979年有點像製警事件 它一開始是國民黨出重手 你這些上街遊行跟警察衝突的人 我來一個大逮捕 結果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審判公開 台灣人民又經過一場司法審判的洗禮 知道黨外這些人不是洪水猛獸 他們講的事情是有道理的 因此美麗島事件之後 台灣的民主的發展就勢不可擋 好所以我們看到 我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 是因為它後續發展有一點像 好那我們下課前把這件事講完 那12月10號 為什麼會有這場遊行 各位先把前兩行畫下來 本來在1978年12月我剛剛有講 美國跟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 那美國是戰後保障台灣安全主要的國家 現在連美國都要氣你而去了 哇這個在台灣是天崩地裂的大事 當時有一些台灣人家裡有錢的 已經要移民了 台灣鎖不住了 台灣快被赤化了 台灣快被共產黨給吞了 好那政府蔣經國的政府 為了因應這個局勢 於是宣布停止隔年的增額選舉 來又是增額選舉 停止選舉 你是畫到第二行 好因此 選舉停掉了 選舉停掉等於是黨外沒有政治的舞台 而且 國民黨政府一直不講什麼時候要恢復選舉 所以黨外後來就用他們辦的美麗島雜誌 要在1979年的12月10號 那這一天各位看一下 這一天是有特別意義 這一天叫國際人權日 所以後來國際會關注跟他們選的日子 有一點關係 好就在高雄要走上街頭 就是訴求要恢復選舉 那國民黨當局是不允許你遊行的 可是後來他們就是要遊行 現場就舉那個民主的火炬 那現場其實這一些抗議的美麗島雜誌社的人 是有跟警方溝通 我們會遊行 我們會在哪個地方集結 我們大概到幾點就會解散 可是後來為什麼會發生衝突 因為這一些遊行去參加抗議的人 後來被震爆警察包圍了好幾圈 可是各位知道在遊行 以及他們抗爭結束之後 是不是要離開 他們要突圍 是因為警察把他們包住 他們要突圍 所以發生衝突 各位看一下我們照片很少 這是當時衝突的場面 為什麼不讓他回家 對啊為什麼不讓他回家 他們有拿這些火炬當成武器嗎 各位如果看這一張 其實也沒有 這個比我們先前講的甘蔗大亂鬥 來的溫和 溫和許多 所以其實是他們想要回去 沒辦法回去 各位看這張照片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好結果因為跟警察發生衝突 所以事後政府就展開大逮捕 就要逮捕這些雜誌社為首的人 好那最後就有八個人 就是美伊島大神 我們知道的這八位 好那有一些人還逃亡 像施明德 是美伊島雜誌社的總經理 他就逃亡 他為了逃亡不被抓到他還 整容 找一個牙醫師幫他整容 那如果你要問為什麼不是整形外科 當時沒有整形外科這一科 時代不一樣 那他很明顯是整形失敗 因為整形隔天他會被逮捕 應該沒有成功 幫他整形的牙醫師 台中的那個張文英也被逮捕了 因為等於是幫嫌犯 幫助他那個逃亡 最後被牽連的是主謀八個人 涉嫌的一共有150個人 這些人都被先後以判亂罪 或其他的罪名起訴 那各位看這是美伊島大神 施明德跟審判長的對話 問當初你們一起討論要辦雜誌嗎 你們這五個人 你是不是看到姚家文 跟看到林義雄 是不是剛剛講幫那個郭語心辯護的 現在他們變主角了 你們是一起要辦雜誌嗎 施明德說對辦雜誌其中一項 那你們目的是什麼 我們要求改善人民生活 解除黨禁報禁建令萬年國會等等 那施明德後來進一步再講 你把這句抄下來 我利用美伊島雜誌社總經理的職權 推動發展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寫在美伊島事件的旁邊 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施明德因為他在法庭這樣陳述 他被判無期徒刑 你們會看不懂 這句話為什麼會被判無期徒刑 因為當時是戒嚴令沒有主黨的自由 結果你辦雜誌掛羊頭賣狗肉 你辦雜誌實際上是主政黨 是真正在發展政黨 這個就構成了叛亂的理由 構成了違反戒嚴的理由 因此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是施明的講出來的名言 那這一張是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這張是大審的時候 那各位看這是各位的學姊呂秀蓮 北女畢業的 然後這個是姚家文 這個是陳菊 陳菊也在上面 所以他們八個等於是為首 最後被判判亂罪的 給各位看他們都被判得很重 至少都十年起跳 判最重的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施明德 無期徒刑 後來他們解嚴後 大概都被特色或者假釋 那各位看一下他們的辯護律師 我剛剛有講會幫他們辯護 是不是都同情黨外 這一張是辯護律師團的成員 當然他很早就 對大家有看出來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 美伊島大神受矚目 又在美國的關切之下 美國說你台灣又 又逮捕一堆黨外人士 要求審判公開 所以台灣人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是一次民主的洗禮 那你知道這一些被判重刑的人 是不是抓去關 他們的親人就出去選舉 辯護律師就出去選舉 1980年代黨外形勢一片大 某個角度是國民黨促成的 因為美伊島事件之後大逮捕 然後全台灣人一場民主的洗禮 我們今天講到這邊 自由下課